欢迎收看老张为旅行,我是老张 今天我们到国境之东马康渔村走走吧 从台北开车到贡辽 不小心被Google导航到台二丙县 没想到路况风景都很不错 沿路还可以看到芒草和洛宇松哦 不想总是走滨海公路的话 台二丙县是个不错的替代选择哦 到马冈渔村前 我们先顺游附近的三雕角灯塔吧 整个灯塔园区呈现的是地中海希腊风 在凉亭这里很好可以想一下 等一下要到哪家餐厅吃龙虾呢 如果想爬山运动一下 可以在山下停车 走三雕角步道上来 老张今天偷懒 直接开车上到灯塔停车场 走一小段观海步道 到极东观景台看看就好了 走不到两分钟就看到开阔的美丽海景 很轻松的就走到了极东观景台啦 首先来看看我国的领海基点说明 领土极东点的经纬度也镶嵌在地板上哦 还有一个碉堡造型的灯高台 可以更上一层楼灯高圆条哦 整体观景台设施完善精致 看看海吹吹风 拍拍网美照顾很赞哦 到达灯塔之前 看到一座白色欧峰建筑物 这个建筑原本是厨房煤油的仓库 如今改建成幸福教堂 复古又充满欧洲浪漫氛围 感觉很适合来拍婚纱照 看完教堂 我们开始正式参观三雕角灯塔 三雕角灯塔建于西元1935年 以混凝土构造 塔高16.5公尺 疫情缘故的关系灯塔内部占不开放 所以目前只能观赏灯塔的外观啦 这灯塔老当益状 目前仍然担负着为东北角海域 来往船只的发光指引任务哦 走到灯塔园区外 也有一处希腊风凉亭 在这里可以远眺灰山岛 灯塔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白色高塔 请问这个高塔是做什么用的呢 答案揭晓啦 您猜对了吗 看完三雕角灯塔 接下来去马岗渔村吃海鲜吧 最所以我要分享一下 知道吗 没有 我给大家熬 wra貨 拍ér 凝ає 这个 用餐前先来点海岸村特色饮料 首先上桌的是乳鲍鱼 东北角共聊在地特色料理 口感Q弹海味丰富 却不会过咸 来东北角必尝的菜色哦 俗话说得好 没吃过猪肉也看不出走路 没想到今天看到龙虾走路啊 这些年内啦 拿个新鲜你看 来这边拿 一两一百一七六零 一六 一六 新鲜透抽来了 新鲜弹牙刀工炒工都很赞 海瓜子分量超大 九层塔下去炒的 非常香啊 名副其实的海鲜面 这小卷实在是并不小啊 需要点手镜才夹得起来哦 鲜甜好吃就不在话下啦 虾子也理所当然的新鲜啊 主角登场啦 虽然只是一只龙虾 不过看起来分量还蛮多的 没吃过这么新鲜的活龙虾 又Q又甜的新鲜滋味 龙虾下面泼满了粉条 吸满龙虾汤汁 吃起来真是过瘾啊 这是店家推荐的拿手菜 好吃够味又有淡淡的酒香味 龙虾们吃到这道菜 竟然就忍不住点了两瓶啤酒来配啦 总之这里的海鲜丰盛又新鲜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很过瘾 吃完海鲜就到海岸村走走看看吧 马刚渔村有许多房屋都是石材堆砌建成的 是台湾东北角景存的石头屋聚落 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过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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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潛杯手沖咖啡也很棒 在这里工作的话 可从电脑视窗秒切换到海景视窗哦 咖啡喝完甜点吃完 今天行程即将结束啦 后来发现这哨所真的有海巡助手哦 所以说喝咖啡之余 请勿偷渡或走私 老张维旅行关心您